我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老头 他到儿子家里去吃饭 看见着墙上海报里的美女 居然当着儿媳妇的面 就撅起了嘴亲起来 儿媳妇觉得他很恶心让他停下来 不料这老头居然还生气起来 儿媳妇直接不想鸟他 还有一次在家里看电视 看见电视上的美女 他又开始了 还叫旁边的男人走开 儿媳见他没事做 让他去修剪灌木篱笆 并且叮嘱到只需要十里米就好了 从仓库掏出电锯开始修剪 可当儿媳回来的时候 他快被气疯了 狂按着喇叭 我不是让你修剪十里米吗 这确实还剩下十里米啊 我还用尺子量过脸 实在不行我给你沾回去 老头名叫阿曼 是蒂尔的爷爷 因为妻子去世后 就变得行为异常古怪 因为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他在妻子追悼会的当天 站在致辞台上 讲着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有多么好 可台下的两口子一脸猛 伊丽莎白不是他妈妈吗 还让台下的儿子小帅 也找一个这样的好女人 而媳妇看了一眼丈夫 认为自己有被冒犯到 第二天小帅接到电话 说老爸跑到警察局去了 他赶到警局准备接走老爸 可警察告诉他 阿曼是来报警找妻子的 可照片上的人已经去世了 所以找到了他的子女 小帅问警察老爸在哪里 警察说阿曼想坐警车 所以同事给他送走了 带着女儿来到老爸家里 阿曼高兴地迎接孙女 还说有好看的给他 接着就掏出了 吓得蒂尔马上趴下 小帅听到声音赶紧过来脚械 看到这个状态的父亲 决定让他搬来和自己住 因为阿曼在家里惹祸 而媳妇找到小帅和他争执起来 可就在这时 阿曼穿着睡衣静止走了过来 接下来他干的事 把两人都看傻了 在漂亮国的这家高级餐厅里 一个老头往脸上挪着蛋黄酱 这个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 接着他拿起纸巾行李梯 因为声音太大 旁边的人有意见了 小哥让他管好自己 可他依旧不依不饶 还要见他们的主厨 说完就被送出去了 蒂尔从医生那里得知 爷爷这种病需要陪伴 于是他时常就陪伴在爷爷身边 这天家里开派对 爷爷穿着一身军装就出来了 韩苏罗着一旁的坚果 这场派对还来了一个不该来的人 是儿媳以前私会的对象老王 居然还敢明目张胆地跟小帅打招呼 小帅这能受着委屈吗 他刚学的搏击术 沙包大的拳头就招呼上去了 一拳不爽再来一拳 直接干倒了老王 阿曼估计觉得现场太冷清了 暗了得看起来就不该暗的东西 顿时火花冲天烟花乱飞 不知道的还以为过年了呢 但这下真热闹起来了 晚上阿曼来到小帅床头 一句从未出现过的我爱你 让他泪流满面 但这也让他认识到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他决定瞒着蒂尔 给阿曼找一所敬老院 但是这根本没瞒住蒂尔 等小帅回到家后 他冲着小帅大发雷霆 小帅觉得自己一个人 不够说服女儿 想找回因为派对出丑 回娘家的妻子 来到岳母家里郑重地道了歉 接回了妻子 晚上回到家里 妈妈居然也和爸爸的观点一样 都想送阿曼去敬老院 于是蒂尔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 这个老人患上了阿兹海默症 经常做一些惹人生气的事 青海抱上的美女 还往冰箱里面尿尿 离谱的是他还偷了警察的枪 因为儿子儿媳都想送他去敬老院 但是孙女蒂尔不舍了爷爷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带着爷爷去到他最想去的威尼斯 早晨叫醒熟睡的爷爷 一路跌跌撞撞开着车出发了 没想到刚上火车就出了事 爷爷尿裤里了 蒂尔当然是不会嫌弃爷爷 他告诉爷爷 没事我也尿不裤子 这一夜睡得不是很踏实 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爷爷稀里糊涂下了火车 蒂尔情急之下拉了紧急制动 可没想引来了警察的追捕 迫不得已逃到了厕所里 过了不知多久 宝洁小哥敲响了隔间门 开门后听小哥说 他们强平火车的事情已经传遍各地 并且自己还和他们是老乡 不但没有揭发他们 还帮助祖孙俩逃离了这里 带着他们上了一辆运洋车 原来在世界的各地 都有着各种好人 在途中遇到了查车的 给司机都吓傻了 还好蒂尔机智 早早带着爷爷跑路了 一路上步行踏过雪山 搭便车开过山路 旅途中祖孙俩非常开心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威尼斯 在这订了酒店 可爷爷已经开始逐渐忘记了一切 在这天爷爷来到大厅 询问利多岛的位置后就走掉了 蒂尔发现爷爷不见 赶紧出门寻找 得知爷爷爷去向来到码头 刚上船就看见坐在海边的爷爷 可船已经停不下来了 他直接纵身一跃 游回了岸上 想让爷爷回到酒店 这时的爷爷已经不认识他了 拒绝了蒂尔的请求 爸爸妈妈也赶到了威尼斯 妄想独自坐在海边的爷爷 有种难言的孤独感 有人说阿尔兹海默症 是因为脑中黏糊的蜜糖 搅乱了他们的记忆 也封闭了过去所有的认知的能力 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 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不论世界多么残酷 他们眼里一切都如童话般温柔美丽